第二对佛家英国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的宣扬 应该如何运用使其相辅相成 这个是智慧 佛家讲的善巧方便 中国人讲的通权答变 你要能够明了 这个中国传统教育要把它发扬广大 还要用英国教育来辅助 那么现在人相信科技 不相信英国 但是英国这件事情 我们在报纸 在杂志 在这个媒体常常听说 例子太多太多了 大家都对它很冷漠 都不重视 这是错误的 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很重视它 为什么呢 它与我们有密切关系 不能不重视 慢慢地来提倡 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 我们相信英国报应 所以自己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自己会诱缩自己 少做错事 少个人节约 这个对自己有一定的好处 第一个好处 我们睡觉心安 没有恐惧 这就好处 我们不害人 人家也不害我们 我们不害众生 众生也不害我 这就好嘛